欢迎收看GoMax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x的分析师Jack 今天我们的视频主题是 跟着机构买别墅靠大海 黄金是不是已经上涨过头了呢 其实大众做交易投资除了会看基本的K线外 还要学会用筹码面发现资产在市场上的多空走势 就像技术分析认为只有成交量是唯一不会骗人的指标 今天我们来研究作为世界终极货币的黄金 黄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被全球央行爆买1136吨 尤其是在四季度购买了417吨 同比增持达到了12倍之多 直接把金价从1600退到了目前的最高点 1950 那这个价位是不是已经很高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查看介入大机构底牌的两个重要指标 一,SPDR黄金ETF持仓量 二,黄金筹码COT指数 SPDR黄金ETF是全球最大的黄金ETF基金 由世界黄金信托服务公司及道富环球投资管理 于2004年11月推出 协议投资黄金实物为基础 投资规模越大 代表的市场越偏向多方 金价也越容易升高 在长期趋势的判断上 ETF持仓量变化通常很具有前瞻性 截止上周 SPDR持仓量为917吨 今年3月金价高点时为1067吨 价位距离不到3% 但是持仓量还是有15%的差异 与2020年8月律师高点的1268吨比 更是相去甚远 因此这意味着目前大众在市场上 对黄金的购买没有过度 目前持仓量还是处于一个平稳上升 伴涉着后期的一个持仓量上升金价 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另外一个指标 黄金筹码COT指数 它等于纽约黄金convex期货 净投机者投寸 减去避险者投寸 前者一般为对冲基金等 后者为15持有者的反向套期保值交易 COT指出向上代表着 大型交易者对黄金市场看多 向下则代表看空 截止上周 净投机者投寸为33.82万份合约 一合约等于100盎司黄金 远低于2020年峰值的58万 和2019年9月的65.7万 和2020年峰值的73.9万 所以结论目前价位上有所上涨 但是市场上对黄金的净投机头寸 并没有大幅增加 和市场量指向的结果是一致的 后市金价可能伴随着一个头寸的上升 可能还是会上涨 当前头寸呈平稳的上升 并没有出现拐头 因此大众不以过度和过早的看空 需要注意的是 市场是多空博弈的结果 坚持多空观点的同时 价格出现阶段性的调整 都是正常的 如果黄金处于新的牛市 那调整将会是温和和短暂的 看着上述两个指标 没有过度担心黄金处于超买 或多头过于旺盛的情况 如果金价的调整幅度超过预期 或者调整时间过长 那只有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比如RMF上调了 2023年经济的一个增长预期 是不是意味着各国 已经成功避免了衰退呢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转发和关注 欢迎下次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